原标题,燕渡空军这回反应够快,875架战机扑向边境,被苏三师逼退至环球时报。 4月2日,原以额媒报道,印度活防部消息人士一日透露,当天凌晨3点左右,部署在印巴边境的印度空军的雷达,发现了5架巴基斯坦空军的战机,正向印巴边境上空扶兰。 而为了避免巴基斯坦战机进入印度领空,印度空军立即起飞了多架战斗机,其中包括苏三师MKI和幻影夫两千德,对巴基斯坦战机进行聊拦截,并迫使巴基斯坦战机反航。 据消息人士透露,此次飞抵印巴边境上空的5架巴基斯坦战机,包括4架美式F-16战机和一架无人机。 一个月前为了报复巴基斯坦境内的武装分子袭击印度军警,印度空军出动了包括预警机和幻影夫两千等在内的十多架军机,越境对巴基斯坦境内的目标实施了空袭。 一天后,巴基斯坦空军出动了多架战斗机,对印度空军的克什米尔发起了报复性空袭,在巴基斯坦战机结束空袭返回国内时,部署在斯利娜家的印度空军第51战斗机中队,紧急起飞了多架老旧的二代米格21BISON战斗机,试图追击或者报复巴基斯坦战机的空袭。 当印度空军的米格21BISON战斗机飞过引发边境上空后,巴基斯坦战机果断开火,发射了至少一枚空空导弹,击落了一架印度的米格21BISON战斗机,并且飞行员跳伞后,也被巴基斯坦俘虏。 另外,战机残骸也落在了巴基斯坦境内。战机遭击落飞行员被俘虏,可以说让印度在全世界目前颜面尽尽,而印度为了找回面子,也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,从而导致印巴局势持续升级。 后来为了避免局势的进一步误化,巴基斯坦也主动释放了被俘虏的印度飞行员。 虽然巴基斯坦主动释放了被俘虏的印度飞行员,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局势的升级,但是两国在边境地区的军事调动并没有停止。 特别是巴基斯坦为了防击印度的报复,向边境部署了大量武器装备,其中包括两个中队的F-16战机,五个营的LY-80防空导弹和上百架个型无人机。 同样印度也向边境部署了大量先进武器,包括苏-30MKI战斗机、雷达、T-90主战坦克和M777榴弹炮等,并且印度陆军和空军,也进入了高度警戒状态。 据悉在过去一个月的时间里,印度战机以及航空武器等,先后击落了至少4架巴基斯坦的无人机,这在一定程度上来说,印度也算是报了巴基斯坦基洛米格21的一箭之筹。 此次五架巴基斯坦战机,凌晨比应应八边境上空,而印度立即出动了多架苏-30MKI和幻影副两千战机进行拦截,足以可见印度空军这次的反应之快。 如果巴基斯坦的五架战机不及时返航,则很可能再次爆发空战,而这个带弹的印度空军,也有可能会一雪前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